9月9日,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 在美國國會舉行聽證會 有智庫學者表示 中共最懼怕的是內部不穩 和有朝一日不得不面對民眾的憤怒 也有哈佛教授認為 中大危機下,中國民眾可能跳船 願意選擇不同於中共的社會體制 美國智庫蘭德公司的中國問題專家 施道安在書面證詞中說 中共領導人相信中共必須強硬 他們無法承擔展示軟弱所帶來的後果 施道安認為 中共最怕國內不穩定 以及民眾的憤怒 中共領導人全力保證國內的穩定 對將來可能出現的混亂非常敏感 因此對來自內部挑戰的擔心 使得中共領導人也不能味 哈佛大學教授、中國問題專家 安東尼·塞奇 在書面證詞中說 看似穩定的政權 有可能迅速解散 公民的憤怒會漫移到街頭 塞奇教授認為 在重大危機的衝擊下 中國民眾可能會尋求不同於中共的社會體制